首先把时间交给许波 请他为我们介绍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许波 好的 谢谢林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星期二前往中国访问 而目前联合国安理会的外交官们 正面对两项有关叙利亚问题 不同立场的决议案 潘基文在反华期间 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潘基文即将反华之际 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 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反对外国介入叙利亚危机 潘基文曾经警告说 如果不对叙利亚危机采取行动 可能会导致叙利亚继续发生屠杀事件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 将在莫斯科与联合国特使安南举行会谈 重点讨论叙利亚危机问题 中国和俄罗斯曾经否决了要求 对叙利亚采取严厉行动的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 对叙利亚采取与法律的